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特斯拉近期不论是在产品或者股价上 都有着许多重要的消息 在产品方面 包含了新款Model Y 在美国首次在路上被人募集 我们来推销推销 Juniper版的Model Y 可能何时会正式上市 另外关于FSD 之前我在试驾时 常常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为何其他老外的YouTuber 他们的试驾表现总是这么的完美 我甚至曾经还说过 我更新到了到底 是不是盗版的版本啊 现在看来 我的疑惑得到证实 因为特斯拉特别针对马斯克 以及主要几位KOL的FSD 进行过优化 这样的举动 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 另外今天的最新消息 特斯拉的无人机能车 传出要延后两个月发表了 这阵子股价一路上涨的特斯拉 应声大跌 还有更多的消息 都会在待会的影片中 与大家分享 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前 如果各位好朋友 觉得我整理的这些内容 对你搭姐电动车 尤其特斯拉的动向 有些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 简单的帮我按个赞 并且确认 你已追踪我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同时也提醒在美国 加拿大与澳洲的朋友 富途这波超甜的开户礼活动 以美国为例 有试阿玛新开户 入金1000美金 不但能抽15股股票 其最高价值可能达2000美金 另外前三个月 闲置金额再给8.1%的超高额利息 放满2万的话 等于直接爽赚400多块美金 记得要透过我说明来连结去申请 有资格还没申办的朋友 可千万别错过了 或许是担心会影响今年的销量 即便马斯克不断强调 代号Juniper 更新版的Model Y 今年不会来到 但根据有人在加州路上 捕捉到的画面 大改版后的Model Y 似乎已经在路上进行实测 不过就跟去年 换新版Model Y推出前一样 车辆的前后都用伪装布遮盖了起来 不过才没有意外的话 前后宝杆的造型 应该会与换新版的Model Y 大同小异 毕竟一向致力于 以降低成本为名的特斯拉 如果他们针对新版Model Y 推出不同的宝杆与车灯设计 我反而才会觉得很惊讶 不过我个人是很希望 特斯拉能够在新的Model Y上 加装前宝杆下方的镜头 虽然过去换新版Model Y 也曾传出会有这颗镜头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 而这颗镜头 目前只有在Cybertruck上面有搭载 我感觉不但可大幅增加 车主停车的掌控性之外 对自动驾驶而言 也会减少视野视角的问题 而根据Tesla Newswire 在把画面加量处理后 在前跑感摄影机该载的地方 似乎是有个什么东西在那边 不过目前还未知 到底会不会有配备这颗摄影机 但我个人是非常希望有啊 至于这台新版Model Y 何时有可能现身交车 如果参考之前Model 3换新版的时程 我们大约是在中国正式销售前 6到8个月 与美国有人目击到这样的测试车 最新版Model Y将于明年初 正式销售的可能性应该不小 不过根据Model 3经验 在美国欧洲以及台湾的朋友 可能等待的时间又要更长了 但这未必是件坏事 因为这与马斯克不求贤透露的 关于自动驾驶硬体系统 Hotware 5.0的时间表 是高度重跌 有没有可能到时候的Model Y 全面开始搭载Hotware 5.0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哦 而就算撇开Hotware 5.0不说 光是目前我们看到在Model 3上的各种更新 包含了更舒适 且有通风功能的座椅 车内气氛灯 更好的悬吊 隔音 以及音响系统 光是这些改变 我就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再忍耐一个一年半载 不过马斯克肯定也是担心 就是大家这样想 进一步影响最畅销车种今年的销量 所以他已经多次强调新版Model Y不会在今年推出 现在看来确实也没错 不知道这边有多少朋友正在等待新版的Model Y呢 预计明年这台改版的车出现 将会带动起特斯拉又一波的销量 不过黎明前的黑暗 也就是接下来的两季 消费者的延迟购买心态 是否会影响到特斯拉的销量 尤其Model Y又是特斯拉最重要的销售主力 各位投资者可能得要好好观察了 但要讲到销量受影响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各位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几年前代表特斯拉的化身 也就是Model S与X 目前正面临着销售巨叠的情况 而且很有可能 整季的销售量只剩下一万出头了 为什么我会说很有可能呢 因为在过去特斯拉公布交车数字时 还会很清楚分类出Model SX的数量 例如2023年的第二季 很清楚的是19,225辆 但现在特斯拉则是把Model 3与Y 世外的车种全部算在一起 其中包含了Model SX Seportra与非常少量的Semi拖车 但由于Seportra才能逐渐拉伸 未来要计算到底特斯拉 共卖出多少量的Model SX 将会变得越来越难预估 不过还好由于碰巧不久前 跟大家分享过的Seportra进行全面召回 透过召回数量 我们可以反推出 Model SX的第二季交付量 大约落在12000到3000辆左右 对比去年同期的19000多辆 等于是有着约30%到37%的大幅滑落 这比例之高实在是有点惊人 不过我想这也是在预期之内的事 毕竟特斯拉过去几年以来的发展重心 明显转向Model 3 Model Y这两款的中阶车款 甚至特斯拉还从去年开始停售 右驾版的Model SX了 当然正在乱公司大幅成长的角度 这个是必然 因为这边的市场份额 是远比Model SX所在的高阶市场 要大的许多 但同时由于改款步调缓慢且微小 加上其他车厂也开始投入电动车 不管是新创的Rivion 或者老牌的宾士BMW等 都提供高阶电动车更多元的选择 因此看到特斯拉在这一区块 大幅度的衰退 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只是我猜有些在物色下辆车 且定位在美金8-13万这个区间的消费者 即便本来有想入手Model SX 但多少会有点顾虑 未来会不会因为越卖越少 不但日后维修的料线上 取得变得更加困难 更不用说心理上 已经不再有高阶豪华品牌的感觉了 不过目前售价同样偏向高阶市场的Cybertruck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在上部影片才提到 特斯拉的Cybertruck销售量 应该很快就能追上福特的F150 Lightning 随着各家车厂 逐渐公布第二季度的交车辆 福特F150 Lightning在第二季度 总共交付了7902辆 虽然特斯拉也把Cybertruck 放在其他车款中 但一样若根据过去几次 针对Cybertruck的全面召回 包含4月中时的3800多辆 6月6号时的11688辆 中间已经有约7800辆的Cybertruck 被生产出来了 再加上6月后面几周 我们保守估计再交付个1000辆左右 我想特斯拉Cybertruck在今年第二季度交付 可能落在9000辆 应该不成问题 如此一来不但超车了福特F150电动车 更马上成为全美国最畅销的皮卡电动车 所以这真的非常有趣 特斯拉在转移重心的同时 它的电动卡车 比福特的F150与Rivian的R1T 要晚了许久之后 才正式登场交车 但马上后发先至 就算第二季度没有拿下全美冠军 第三季度肯定也将Fate Cybertruck莫属了 尤其在不久后 Fate Foundation版本也即将推出 到时相信会吸引更多 已经在排队的车主正式下定 加上美国人真的很喜欢卡车 所以不止福特的F150 Lightning 像是GM等大厂的老牌卡车 Silverado也都推出电动版了 未来能够让多少美国人 愿意从传统燃油引擎卡车 转投入电动卡车的怀抱 而其中特斯拉的Cybertruck是否能像它的Model Y一样 很少整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 也值得观察的地方 不过目前有不少 以领Cybertruck的车主 如果说真要抱怨 就是多花了钱购买Foundation版本 但目前不要说FSD了 连应该免费内建的autopilot都还没有 所以很尴尬的 现在所有Cybertruck车主 在开长途时 都还需要完全自己控制电门与刹车 而早在5月有网友问马斯克 他们购买的FSD 何时能够来到 马斯克说在V12.5版时 将会为各位Cybertruck车主带来FSD 预计是在6月底的时候会来到 咦 但现在好像已经快7月中了 哦 是马斯克的时间表啊 好吧 那没事了 不过我想应该是不用等太久了 应该在不久后 大家的Cybertruck上也就能够有FSD了 不过特斯拉的FSD在过去几年 随着版本的更新 每次都有着程度不一的进步 我自己感觉 FSD一直是以进两步 退一步的方式在慢慢进步着 因为常常在更新后 反而会出现一些以前没有的坏习惯 而在过去我试驾时也曾经脱口说出 奇怪为什么看那些老外的YouTuber的试驾 好像都很流畅 没有我遇到的这些问题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收到假的FSD更新 现在看来有答案了 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告指出 这份报告是基于马斯克与现任以及前任员工们的对话 在访问超过10多名员工 其中除了一名员工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之外 所有的员工都表示 针对马斯克与几名知名YouTuber用户 他们的FSD画面与影片都有受到特别的VIP待遇 也就是说更严格的审查并且优化 这样可以确保在他们长驾驶的区域路线上 可获得更流畅的驾驶体验 其中有三名现任与前员工指出 特斯拉创建了一套系统 可以优先处理这些可能在网路上分享经验的驾驶们的数据 在公司内部他们称这些司机为VIP用户 同时部分员工也指出 因为这些测试者更有可能会把FSD的驾驶推向极限 所以优先处理他们的数据是有意义的 因为同时也可以带给其他用户更好的体验 看来我一直以来的疑惑有解答了 同时也可以确认我应该算是非常小咖 并没有在他们的VIP名单内 因为我跟一般大众收到更新的时间都差不多 FSD的表现上也是常常会有表现莫名其妙的地方 我想应该是没有特别针对我长筹的路线进行优化过 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这才是一般消费者所能体验的最真实表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非常好奇各位观众 你们怎么看待特斯拉这种做法 我认为如果是针对马斯克 长轴的路线进行特别优化 我觉得这很正常 毕竟他是公司老板 我如果是员工 我也希望当老板在使用自家产品时 能够获得到最好的体验 但是针对主要的KOL来进行优化 我倒觉得这有点争议了 毕竟在某个程度上 透过这些KOL所呈现的画面 是想让人了解目前FSD的成熟度到哪了 不过现在传出了这些可能是被特别针对优化过后的结果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没有用过的人会认为 FSD已经达到近乎完美的程度 但真的使用过的消费者 尤其之前FSD开放给所有北美用户免费体验一个月时 虽然大部分人感觉FSD表现惊艳 但并没有到物有所值的程度 现在这个消息出现 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中间这样的落差存在了 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在下面留言说说 对于特斯拉这么做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不少人认为这是不太诚实 甚至带有误导消费者的感觉 但同时也有人觉得这没什么 尤其最近即便特斯拉卖车的数据 说不上是理想 因为与去年同期相比 数字皆呈现滑落的情况下 但特斯拉的股价像吃了大补丸一样 这阵子可以说是一路往上冲 停不下来 可以说让郁闷许久的特斯拉投资者 感觉到全身经脉瞬间流通 马斯克说做空者你们最终将会被歼灭 就算连比尔盖茨也不例外 大大的解了一口鸟气 不过马斯克行事力常常迟到的习惯 在今天对特斯拉的股价带来了一记重拳 有消息指出 特斯拉将延迟无人计程车的发布 从原本的8月8号延迟两个月到10月 这个消息一出 特斯拉的股价从今天原本还大涨 变成大暴跌超过8% 不过由于消息才刚流出 后续的发展 我会持续再帮各位朋友们追踪 总之我一向相信 个别公司的短期股价是无法猜测的 万一重压却猜错方向的话 可能直接就会落得万劫不复的后果 而特斯拉股价这阵子以来的大起之后 会怎么走 无人计程车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 以及到底会不会有跳票 将会非常非常的关键 不过最重要还是希望我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投资都能赚大钱 同时也提醒各位在美国 加拿大与澳洲的朋友 想要投资可千万别错过富途的开户大理 美国的免费失股股票 与前三个月的8.1%超高利息活动 即将要截止了 不想错过的朋友 记得透过说明的连结 赶快去申请哦 最后也感谢各位有帮我按赞 并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 我们在下次的影片 再来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